白宮在星期六說,基地組織創辦人本拉登的兒子 在美國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區的反恐行動中被擊斃 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說,哈姆·本拉登的死不單是受到基地組織失去重要領導能力 並撤斷了該組織和他父親的象徵性聯繫,而且破壞了基地組織的重要活動 白宮稱,哈姆·本拉登是基地組織的高級成員負責策畫和應對各種恐怖組織 今年夏天較早時,一些傳媒報導了哈姆·本拉登大約兩年前被擊斃的消息 但直到星期六,特朗普總統的政府才證實這個消息 哈姆·本拉登據說有30多歲,他的父親在1996年對美國宣戰 並插入了2001年911對美國的恐怖襲擊 2011年美國海炮突擊隊在巴基斯坦阿帕塔巴德一次突擊中擊斃了他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